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重要的国际盛会 是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 香格里拉安全对话 它是亚洲最为重要的一个防务会议 是由英国的智库叫国际战略研究所 每年在新加坡举办 那么在今年的会议上 中国的国防部长威凤和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 都发表这个主旨讲演 那么同时呢 法国 德国 英国也派出了高规格的代表团 那么其次呢 这些还有一些这个高级的军事官员 外交官和军火巨头 大概有500人吧 参与了这个 这次本年度的香格里拉论坛 那么因为2019年之后呢 这个新冠疫情 所以推迟了两次 推迟了两次 在去年和前年都未能成型 那么在这个10号开幕 开幕之时呢 在这个日本的岸田文雄啊 在开幕的时候 发表了晚宴啊 主旨讲演 那么俄罗斯 乌克兰的泽连斯基 也将以视讯方式 发表讲演 中美两国外长 也将分别发表演说 那么美国外长是在周六 而中国的这个美国的防长是在周六 而中国的防长是在周日 那么在这个有总共有42个国家啊 派出了防长或者其他的军方高层 那么按照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呢 威凤和周日的讲演啊 将以中国对地方安全秩序的愿景为主要的题目 全面介绍中国坚定执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维护地区和平和安定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策理念和实际行动 啊 至于这个奥斯丁的讲演啊 大家估计他将聚焦于所谓的印太战略 那么美国防长奥斯丁 在他的推特上说 我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会见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部长 我们讨论了美国和中国的国防关系 以及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 在两位防长会面前啊 有这个美方透露 说会谈主要聚焦为两国关系 设置护栏啊 什么意思呢 就避免冲突 避免擦墙走火 同时呢 商讨建立更成熟的危机沟通机制 确保两国竞争 不会升级为冲突 那么 魏凤河和奥斯丁啊 在会议的 举行的当天啊 举行了面对面的磋商 那么在 一个美国的高级官员说 奥斯丁在会议中再次要求中方 切勿向俄方提供有关俄乌战争的物资支持 中方的发言人则透露 中方在会晤中否认了向俄方提供军事支持的说法 另外据美国官方的一个声明 美国代表在会谈中还要求中方切勿为台海局势增加不安不稳定因素 那么 魏凤河在会晤中 重申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他说 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 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 不惜代价 坚决粉碎任何台独 分裂阴谋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那么在2019年啊 就是在这个 应该算三年前吧 六月举办的这个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上 魏凤河做出过类似表态 他说 如果有人胆敢把中国 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军队别无选择 必将不惜一战 必将不惜一切代价 坚决维护祖国统一 那么从两次表态这个词照上呢 稍有细微的差别 差别在哪呢 一个在2019年有这么一句话 今年是没有提的 叫中国军队别无选择 这什么意思 这是你逼我 我没有任何 我别无办法 只能一战 这表明了一个 别无选择 背水一战的一个概念 那么今年啊 就没有再讲别无选择 也就不是说 也就说他没有 不是 这个 是有主动 更多的主动含义 而不是说你逼我的 那么在今年的表态 就更为积极 他取掉了这个别无选择 这样的话 另外一个呢 在19年 他讲的是叫 坚决维护祖国统一 而在今年呢 他就把它置换成了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那么从这句话来讲 就更多了一种 更少了一些善意 而更多了一种霸凌的滋味 因为所谓祖国统一 那么起码他对于台湾的蓝营 还是有这个一定的号召力的 因为蓝营也认可一个中国 那是一个共同的一个祖国 但是呢 当他讲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时候 那他讲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把这个挑破了 就像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讲的 这个所谓的九二公识 一中各表 是一个没有共识的公识 就是把这个问题搁置下来 但是魏凤和 当他放弃了祖国统一这个说法 而开始强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样的说法的时候 那也让国民党 这个蓝营 代表的蓝营 没有办法去宽慰 没有办法去接受 所以从19年的话语 到今年的话语 那么魏凤和的这个语气 明显的变得更加僵硬 更加缺少善意 更加主动 更加主动 就是我们说的战狼外交 那么这个战狼的气息 更加浓烈 那么另外的两条消息呢 就是新加坡和中国 也同样举行了一个 国防部长的对话 那么新加坡的国防部长 黄永宏和魏凤和 在这个会晤中间 重申要加强双边防务合作 恢复因疫情而暂停的双边 军事演习 这个事情也是比较有意思 在美国在构建整个亚太地区的 政治外交军事 同盟的时候呢 新加坡要表示要恢复和 中国的这个军事演习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信号 那么就是新加坡和美中 他是拒绝选边站 当然了他在俄罗斯这件事情上 他是坚决的一边倒 一边倒 但是在美中之间呢 他是不愿意选边站 那么黄永宏啊 新加坡的防长和魏凤和 共同建政两项协定签署啊 在他们这个对话结束后啊 促进啊 双方军事学术机构和智库间的军事教学 与学术交流 那么新加坡的国防部表示呢 这两项协定的第一项是新加坡与中国国防部之间的 五年专业课程交流协定啊 让这个新中啊 军方人员有机会到对方国家参加课程啊 这是属于军事交流 另外一个呢 是新加坡的武装部队军训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签订合作备忘录 借由互访及对话加强学术交流啊 这是新加坡和中国啊 这个关系呢 似乎在停留在中美交恶之前的那个中美那个界面上啊 中国也参加美国主导的军事演习 中美之间也有军事科学和军事人员的交流往来 但是现在美国在变了啊 那新加坡还留在原地 那么另外就是欧盟的态度啊 德国的一个报道呢 似乎表示欧盟啊 正在试图让印太的伙伴相信啊 自己也是印太地区的安全事务参与者 但是比较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呢 就是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治高级代表伯雷利 他感染新冠病毒了 缺席啊 那么这个事情呢 似乎让人有一种合理的推测 他是不是像美国的众院议长佩洛西 因为新冠疫情不能访台 以及这个 国务卿 国务卿布林肯 因为新冠阳性而推迟讲演 但是事后看 都是这种行动都是有具体的政治含义的 就是 为可能这个新冠疫情的感染只是一个借口 那么我合理的推测 欧盟实际上 并不愿意 第一个不愿意放弃他对亚太的影响力 第二个呢 又不愿意明确的在印太 在亚太和中国展开对抗 我是这么一个分析 尽管德国人不这么看 那么一位欧盟的高级官员对德国之声 透露说 欧盟对外行动署的亚太总司令 总司令 总司令长维刚 代替这个 伯雷利领先欧盟代表团 但是呢 因为他的级别不够啊 所以 欧盟无法在会议期间参加部长级协商 也不可能对该地区的合作伙伴做出安全承诺 那你看到没有 就是因为他派了一个低阶的官员来 这样的话 他不需要对该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做出安全承诺 实际上在俄乌战争中间 他都是尽量的逃避这个所谓承诺的 德法两国 他和东欧是完全 东欧国家 基本上和英美站在一起 但是俄法西欧的国家呢 基本上都是往后缩 那么即使在欧洲都是往后缩 在他有必要在亚印太地区往前冲吗 这个可能性不大 那么另外一个他也不用因为他级别不够 他也不用参加这个部长级的协商 也不用担心和届时将和英美的立场无法协调 所以这个是我认为是政客的计谋 政客的轨迹 政客的这种托词 这大概是今天我们对 相隔离达这个房屋会议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介绍 好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 在此我要感谢节目组同事 谢谢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可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